哈哈哈哈 陈總財 我非常羨慕您過去這幾十年 這個整個經歷 讓你看到很多視野 是我們一般人很難看到的 尤其是這個陶瓷是 等於中國的我老祖宗幾千年下來的 是 所以您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您陶瓷這個行業裡面 您看到一些花絮 這個很輕鬆 譬如說您說這個China就是 什麼來的 然後景德鎮那個地方 因為是您的生產經濟 您跟那個地方又有什麼淵源 很多這些小差距 分享一下 很輕鬆的分享一下 讓我們今天這個結尾 是 我進景德鎮的時候是2001年 然後我就想 其實我是從廈門 我們最早在廈門成立工廠 我們廈門現在還有廠 所以一路就去找一個願景地 我希望我們的工廠像公園 像花園 像觀光景點 而且對外開放沒有圍牆 這樣的跟居民都很融合的 所以要找一個這麼有山有水 很漂亮的地方做這樣一個工廠 就一路找 那在福建就沒找到 那就往江西 到了景德鎮 我覺得景德鎮蠻適合的 而且我們剛好做陶瓷 我就覺得說 哎呀果然我找到一個願景 所以在景德鎮落腳 然後就聽到景德鎮說 ChinaChina怎麼來的知道嗎 陶瓷就是陶瓷 China is China 也可以叫中國也可以叫陶瓷 在外國人的眼光中 他說因為我們這裡是昌江之南 我們早期這個鎮叫昌南鎮 那宋貞宗在1004年就封城景德鎮 把昌南鎮改名了 所以昌南鎮早期就做陶瓷 那也出產很多茶葉 因為佛良縣 白濟瓷不是以前說 商人重曆清別離前夜佛良買茶去 你就知道了 原來佛良縣是廠茶 佛良縣的景德鎮是廠池 難怪宋貞宗這麼重視這個地方 把它幹掉 用聯號叫景德 昌南 ChinaChinaChina 昌南ChinaChinaChina China是昌南這個 就變成這樣轉過來 這個人就說這個是China的來源 那景德鎮因為在宋代 玉瑤廠是在蕭山杭州邊上 好像是 那景德鎮是元朝的玉瑤廠開始 元朝後來一直圓這個 明朝清朝 一直都順著這個玉瑤 所以景德鎮有千年的尺度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說 假使你要把幾千年的文化復興的話 你要回到最原始的地 然後你要在那裡 一定要變成不錯的領導者 你才可以將 剛剛講的創新吧 所以當我進景德鎮 我很快就變成最大 然後他們覺得我是最創新的 所以很極力支持我 因為這個創新有別於他們以前的 仿古復古 所以他們看到新 所以他們也覺得 哇 這樣就可以打到全世界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這麼巧 我這樣找一個願景地 竟然就找回那 那有一次碰到道聖和夫 2004年 他進景德鎮 我說你Curseta 矜持的大老闆 500強的大老闆 你怎麼會進景德鎮 他竟然回答我說 我是朝聖來的 因為他做瓷器 他把這個當作聖地 朝聖來的 對 我們兩個就變成好朋友 後來我也回到京都去拜訪他 但我講這個故事 你看人家大企業家 人家是日本人 人家竟然說是去朝聖 所以我們不要忘掉我們老祖宗的花 你怎麼樣把它發揚光大才要紙 這個只是一個花絮故事 順便提一下 讓你了解有這麼一個發生的事情 不簡單不簡單 我相信那個 陳總產品腦袋裡還有更多花絮 我們也期待 將來還有機會再邀您回來 再聊聊更多花絮 很好 很開心 我覺得真的是 又是人生經驗 又是很有意思的這些故事 謝謝 諦� 好 將來 三十五 月 再次